請麻煩請財政部張部長 我們請張部長 部長 事情發生很快 這個上個禮拜 馬錫會被披露即將要發生的時候 那一天的股市在 那一天我們本會也有開會 我有在這個地方 我有聽到別個委員質詢 那裡的答詢 因為那天股市正好上漲一百多點 結果您跟金管會曾主委 就跟著委員的話講說 顯然是股民對這個馬錫會有信心啊 有好處啊 所以股市上漲 結果事實驗證這幾天 不要說到這幾天啊 到了上個禮拜五 就跌超過那一天的起漲點 那更不要講這兩天跌得更深 我今天要跟你講這個事情喔 我並不是說要去諷刺馬錫會 我是要跟你還有我們這些財經首長講 當然不是只有你 股市的漲點有他的邏輯 你們常常把它拿來做政治性的解讀喔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獻股民啊 還有一些聽風向這些人的不義啊 我是建議這種事情要盡量少發生 股市的漲點不是因為 除非說你今天是因為你政府釋放大地說 這個以後都不收證價稅不收證所稅 我相信當然會有幾天的容景 其他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提醒你啦 不然回過頭來再看看 難道你現在要把它解讀說 就是因為馬錫會表現得很差 所以股民失望 然後賣的比原來低嗎 我相信你不同意這樣的解釋嘛 所以回過頭來講 我認為盡量不要有 對於股市的漲點盡量不要去做政治性理由的解讀啦 那個常常會在事後是會打臉的 現在這個年輕人在網路上面講說 這個叫打臉的臉都腫了 現在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我們要談的這一個 關於所得稅法鼓勵的這一部分 因為在前面的這個到底稅損了多少 財政部的估計跟賦稅署是不同的 那賦稅署講的是大概會損失200多億 但是部長你是有講到說會損失770多億 到底這兩個數字差很大 那到底真正的數字是比較接近什麼 因為你要做政策研判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了解充分的資訊 而且要準確的資訊啊 您說呢到底誰說的是最對的 委員我跟委員解釋 一開始我們得到了資訊的方案不一樣 一開始說鼓勵單一稅利20% 所以下面的也拉上來上面的也拉下來 單一稅利所以用那個來估算 後來看到方案也不是 是上面的拉下來下面的還是累計 那個稅損就會少一點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報告裡面最新的資料 就把鼓勵所得 因為鼓勵所得是併在綜合所得啦 它是有累進差額的 所以那個當然不容易精算 那我們現在看出 30%跟40%的那個所得 大概佔了50.1% 如果用這個來推算的話 大概400億左右 所以是中間數 比較精確的是400億左右 好那現在看起來 你們是採用比較謹慎的做法 我是贊成的拉 因為事實上大家知道 這個會期剩下一個月而已 然後後面要通過預算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選舉又剩下60幾天 你去做這個大幅的變動 會有讓人家有很多的意測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案子的話 我們穩重一點 做比較周延的討論 這是我比較 持有這樣子的看法 所以我們的報告也建議這樣 好那我再跟你談這個稅率的部分 雖然我們很多的媒體都報導說 我們台灣的壽星階級 負擔台灣這個七成以上的稅率 七成以上的稅 原因是因為激增方便 你想想看其實台灣的 如果你光談稅率 光談稅率 難道台灣的所得稅不高嗎 個人綜合所得稅 照你的財政健全方案 個人就是最高是45% 就是很會賺錢 其實也沒有多會賺錢 台灣要到45%也不是很難 1000多萬就到45%了 所以就很多這些跨國的這些所謂的 CEO這些專業人才 他寧願去移轉國籍啊 用腳投票跑掉啊 那45%跟其他國家的所得稅的稅率 我是說稅率比稅率其實不低 那因為過去本來我們有兩稅合一啦 所謂兩稅合一就是你的贏所稅 將來是可以扣抵你的個人綜合所得稅 所以如果兩稅合一的時候 過去最高就是45% 但是現在我們每一所稅17% 你可以讓他折抵又只剩下一半 折8.5% 所以這樣算起來如果一個很會賺錢 然後又誠實納稅的這個企業經理人喔 或是企業的負責人 他很可能那個個人綜合所得稅 每年都繳超過50%以上 就是贏所稅加上重所稅 他每一年他所賺的錢 從公司繳稅然後到分配運輸到他 然後他再繳綜合所得稅 是有可能會超過50%的咧 我是說純粹談稅率 這樣講這個這樣觀點對不對 委員因為還有很多減項 我們的免稅有扣除佔了中和所得61% 可以減掉很多 像郭台銘一捐捐70億給台大 那個是可以減掉的 檢討那個東西嘛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的問題是說 這些有錢人很容易用這些避稅的方式 去把他的稅給避免掉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逃稅 但是他至少是所謂的合法避稅 用很多這樣的方法 那你這個東西弄得很繁複喔 其實是在我的觀點上面不見得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間也很寶貴 我跟你提一個歷史故事 委員指教的沒有錯 檢證辯明是我們的原則 但是公平又是另一個原則 那委員念法例很清楚 越公平的東西就越複雜啦 比簡單的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這也是跟稅制改革有關 在漢民族的歷史上 有兩個人的變法被認為是成功的 一個是商鞅嘛 第二個是誰 第二個是張居正 但是有一個人的變法被認為是很失敗的 誰王安石 王安石的失敗跟張居正被認為成功 你知道最大的差距在哪裡嗎 當然這個不一定有定論 但是我看過很多的歷史文獻 很多的歷史學家是這樣講的 因為王安石把原來簡單的事情 越弄越複雜 複雜到大家都不會 親毛 親苗法啦 什麼什麼什麼房 怎麼借貸怎麼還 然後怎麼樣子年初借年 弄得本來 本來原來的稅就很複雜了 本來就是有人頭稅啦 有田婦啦 有這些什麼搖椅啊 這些東西還可以用食物抵腳 變得本來就已經很複雜 結果他越弄越複雜 但是王安石是一條 那個張居正是一條編法 你記不記得 他把所有的食物抵腳 全部都改成用錢繳稅 然後所有的人頭一律多少錢 然後最後就是收錢 因為他把繁複的事情弄得很簡單 那這背後的因素說張居正的成功 代表如果你能夠用一個標準 然後用一個檢證辯明你講的 他是成功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那如果你把檢證的事情 越弄越複雜 他可能失敗的機會就大 因為很多的鬥會鑽啊 我跟你說我一直這樣認為 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都差不多 但是為了達到目的 有的人就會想盡千方百計去想去弄 捐給財團法人 成立一個財團法人 成立一個基金會 結果基金會的董事都是家族在控制 他錢都捐給基金會 避稅啊 可是基金會的董事 其實才是他們家人在當啊 很多的規避方式 沒有錯 你知道嗎 台塑社寺最大的股東是誰 你可能不知道 還是你知道 最大股東我並不清楚 最大股東是長庚基金會 就是長庚醫院 這個我知道 所以控制了長庚醫院 就控制了台塑社寺寶 這是股份的控制 但是他是一個財團法人耶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我們有很多的路可以讓他去走啊 所以這些鼓勵 基金會收去 基金會又不用繳稅 所以我們台灣的很多 本來應該收得到的稅 就這樣漏掉 結果你的稅付的平均率 又把他送到我們的頭上來 那些反而真正很有錢的人 他不用繳 真正那些大財團 弄財團法人不用繳 結果一般的小老百姓在繳稅 所以就產生這樣不公平的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最後 因為今天的問題 我也是要 還是跟你談一下啦 台營 他的定位還是要定位清楚啦 他是要定位為 一般要跟人家競爭的商業銀行呢 還是要定位為 有特定目的的公家銀行 這個可能關係到他今天 這個 從定位才開始 另外一點 我們立法委員不太可能說 把我們應有的職權 割一塊出去讓給你 我不要了 所以你們說那個 預算啦 說是你們先用 後面再報備這個 我們是不可能會同意的 如果你這一點不改變的話 你這個案子 這一個會期絕對不可能會過 跟你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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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